一睁眼 玄学大佬沈青青穿成四个宰子的恶毒后娘 姨婆正商量着卖掉她的尸体 娘 这女人好像真死了 死了也没事 咱们把她的尸体卖了 照样能换几个钱 二位 请问地府海区不去公务员 我捉鬼贼溜 扎湿了 真是扎湿了 娘 咋 咋办啊 喊我有个屁又 未见了我都得绕道走 你俩女人竟然想把我卖了 来 你们俩过来试试 娘 咱们还保不保 老 这小娘们长得漂亮 可值不少银子呢 你去拽住她的胳膊 我来套绳子 保管把她捆得结结实实 翻不出一点水花来 你们俩就这点本事 还敢出来混呢 显然 你个贱人想干什么 你卖我 我卖你 这叫有来有往 懂不懂 孙婆子 孙婆子 你在不在 沈青青拉开了紧闭的大门 我说你到底在干啥 磨磨蹭蹭半天都不过来开 我 我是来找孙婆子的 她要是不在我就回去了 在呢 你不是要买人吗 咱们进去谈 买我的时候 你给孙婆子开了多少银子 王拿子小心翼翼地伸出一只手 沈青青非常不满地皱起眉头 五十两银子 我一个自白冒美大长鬼的妙龄少女 就值几千块钱吧 五 五两银子 算了 五两就五两吧 有总比没有强 五两银子 买一送一 咱们一手交钱一手交人 不行 这俩人啥祸事 五十分钱都不一定有人要 你咋好意思叫五两银子 怎么 你还不愿意 他们是长得磕沉了点 但胜在数量多啊 再说有冒这种事其实也不是很重要 没得丑的 关了灯都不一个样嘛 行了 我也不跟你磨鸡 二两银子打包带走 行不行 我正亏了 咱们镇上应该还有别的人牙子吧 我看你腿脚还算利索 应该能卖个二两银子 行 二两银子就二两银子 我给还不行吗 早这样不就好了吗 王马把银子往沈欣欣手的一堵 逃逝的掉头就跑 回来 把人弄走 我出去推板车 那个 我 出事了 出大事了 二三十个村民 风风火火的往孟家小院堵上了 我早就说孟家小媳妇不是个好东西 这回应验了吧 自家男人的尸体还没找到 他就耐不住寂寞在家偷野汉子了 哎呦 真不要脸呐 偷汉子 我偷你娘的汉子 哎 这不是镇上的人牙子王马子吗 对 就是他 上次他拐骗隔壁村里家的闺女 被人按在地上打的时候我就在旁边看着 王马子见情况不妙 就被村里的壮汉一把揪住了后脖梗 归缩许久的孙氏终于逮到机会 垂着地哭号起来 诸位乡亲们救救我啊 沈氏这毒妇要把我们母女和四个孩子都卖给王马子 沈青青 你可真是缺了大的 孙氏是你的长辈 四个孩子又叫你一生娘 你咋能把他们卖了 就不怕遭天打舞雷轰吗 大家都听我说一句 沈青青是个命中待煞的女人 恪惊克林 冤哥儿这么硬的命都被她恪死了 可想而知她到底有多毒 要是再让她在阳花村住下去 咱们整个村的人恐怕都要被她恪死 王婆子正喋喋不休地信口胡舟 暗处呼窜出来一道黑影 牛毒一样撞上她的胸口 我娘没有卖我们 是姨奶奶想把我娘卖了 我娘才反击的 小女儿梦起雪学着大姐插起腰 姨奶奶是坏人 她抢我们的饭吃 还打我娘 我娘的头都烂了 现在还冒着血呢 虎头虎脑的老大孟起风 这时候才反应过来 谁说我爹死了 我爹只是出去打仗了 等打完仗就会骑着大马回来接我们 老三孟起于左同谈又看看 谁说我爹死了 谁说我爹死了 沈青青看着面前四个凶巴巴的小崽子 不合时宜的笑喷了 这四个孩子不错呀 可可爱爱还护家 回屋歇着去 日点小事娘自己就能解决 你说我命中大傻 客亲客灵 是从哪看出来的 我从哪看出来的为啥要跟你说 反正你就是个天煞客星 会给我们带来灾难 乡亲们 咱们快去找村长 把这个大傻心赶出洋花村 杀人了 大傻心要杀人了 你们还不快把他抓起来 周围人被沈青青脸上的腾腾杀气震慑住 愣是没一个人敢动手 你既是修道之人 应该听过口业一词吧 犯口业者 轻则口舌生疮 众则恶蝉缠身 我看你口唇轻薄 嘴若吹火 平时没少搬弄别人的是非吧 我搬弄是非 和你个毒妇有什么关系 我这是在提醒你小心遭报应呢 作画时 他被在身后的右手飞快掐了个绝 王婆子看不到肉球 只觉得一阵阴风扑面而来 然后喉咙就像是被这鬼掐住了一样 自尊怎么都说不出话来 而且那东西还越掐越紧 他半场喘不过气 憋得躺倒在地 面目猙獰 两眼翻白 双手还不停地扒拉着脖子 喉咙里挤出呜呜的声响 看起来痛苦极了 众人被他反常的举动吓得不轻 一个个抖着腿 慢慢往后退 一直退到孟家院子外头才停下 王婆子这次咋了 归少神吧 我看他像是被鬼掐了喉咙 你看脸都憋红呢 村民一边说话 一边小心翼翼地往沈青青身上飘 他刚提醒王婆子要小心口夜报应 王婆子立马就被鬼掐了喉咙 咋会有这么凑巧的事情 沈青青 你真是越来越在了 小兔崽子 你想造反 王婆子顿时感觉身上一气 连捂着脖子 大口都喘气 好像从鬼门关里走了一遭 我都提醒你不要犯口夜 你偏不听 现在遭报应了吧 都是我的错 我不该一张破嘴到处搬弄是非 孟家小媳妇的命好的很 是我见过最好命的人了 那反转弄得村里人都梦了 你为啥要说人家是傻行 孟家媳妇虽然人贫不咋底 但人家有谋得罪孽 你犯得着把人往死里弊满 我是被鬼迷了心窍啊 呜呜 我就是想把孟家大宝过 寄到我大儿子身下 逃给老李家留个香火 要是沈氏早点同意 我犯得着整这一出嘛 你的意思是这件事还成我的错了 不不不 是我的错 我知道错了 以后再也不乱说话了 老天爷可千万别惩罚我了 孟家媳妇 对不起 你就原谅我这个老婆子吧 你看我像个好人嘛 原谅是好人喜欢做的事情 可惜我不是个好人 回家等着吧 该来的早晚会来的 一点都不会少 不 你是个好人 你是好人 沈青青抬腿把他踢了养岛 没什么事就散了吧 我和孩子们还要休息 跟您瑟瑟发抖 那几个人你准备怎么处置 把他们都送到县衙吧 王马子是拐卖人口罪 孙氏母女是拐卖人口 加了一伤人罪 没人能判个七八十来年吧 青青啊 姨婆之前是逗你玩的 就是看你不肯好好养那四个崽子 故意找人吓你的 可没想真把你卖了 我这后脑勺也是你想兴起我 结果一不小心用力太大 心烂的吗 孙氏被他噎得半上说不出话来 院外的村民也开始帮着沈青青说话 孟家修媳妇 就算再会 噎死我们夭华寸的人 该我们夭华寸官 可你一个伪存人又杀惯性 就是 我看你就是想吃冤歌不在 欺负他们孤王寡母 这座人哪 得讲良心 要不然就跟王婆子一样 会葬报应的 想到王婆子 她在地上半死不活的模样 孙氏下了一哆嗦 我 我知道错了 青青 你千万别报官 姨婆愿意给你磕头赔罪 你别 磕头有啥用啊 你看我这后脑勺流了那么多血 现在还疼着呢 后面三五个月估计都没法断火 而且我还得花银子请大夫抓药 哎呀 这日子是没法过了 这话倒是真的 孟渊被抓走时 家里还有几两银子 但这都过去了半年 一大四小五张嘴 只出不进 还能剩下多少 我怀里有银子 应该够你们花一阵子了 别报官 我全都送你 这 我闺女身上也有 你去拿 你们明日谁去县城 帮我把他们送到县衙去吧 回头给你们辛苦费 我去 辛苦费就不用了 顺手的事 我都把银子给你了 你还想怎么样 你这点银子够看病抓药的吗 连抓药的钱都不够跟我说屁呢 明天去了县衙 乖乖把自己干的脏巫师对县太爷说了 县太爷要罚你 你就受着 可别想着躲过去 天上有双眼睛在看着呢 神 神仙子 这可是我的全部身家 应该够了吧 神轻轻抄走银子 掂量了两下 不想去县衙 不是我看你命里就该有场牢狱之灾 要是强行躲过去恐怕会有更大的劫难 你要不考虑一下去衙门自首 我都把银子都给您了 那么多银子呢 您可不能说话不算数 行 那你就走吧 回头遇到是可别怪我没提醒你 王马自眉宇间有黑气 身上还透着古鹰气 但身边又不见有什么脏东西 显然那东西在他家藏着 做他那小生板 在这堂几日估计就该挺不住了 到那时他再去算账也不迟 说不定还能趁机再赚一笔银子呢 大家散了吧 那我要帮忙的大哥记得明早来我家提人 知道了吗 知道了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